如果你的女兒18歲 就要結婚,你想怎樣 我兜巴星她 18歲的老順都還沒穿上鞋 你還沒經歷過甚麼 你經歷多點,被人多飛幾次 才知道是戀愛 我猜她多少歲 我猜22歲 你以為她小一點 她以為你大一點,對吧 我說27歲不對 我說29歲 即是三字頭 我可以 你一刀刺到她們 你串我嗎?你現在練習歧視嗎 說出去,散開罩 她知道嗎?一開始你有沒有跟她說 她說,我也想跟你結婚 拍拖第二個月,我剛才有說過 跟她說,你先停一停 如果我想拍拖就是想要結婚 如果你不是想結婚 我們就停止了 這件事很瘋狂 有個18歲的妹妹說 如果一個男生聽到這句話 我只有兩個月才做 我也不知道你是甚麼了子 不,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認真,我們就結婚 你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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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不要搞,馬上分手吧 但事實不會告訴你 我是想嘗試玩一玩一玩 Para father 看起來很不耐煩 他有的,他總之會覺得很長ん 或者… 可能很長的 覺得媽媽很長 確實 如果我母親 跟我女朋友一起拍拖 我一定會超飄虧 每天提及我,冤枉我 我就不澆開 我的情不敷衙 那些朋友也覺得… 然後他也跟朋友說 我管他很嚴重 其實這是我和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問他甚麼時候放牢 因為他的朋友管得他很嚴重 放牢的意思是出去喝杯東西 就叫做放牢 對… 然後又要假裝睡覺 那些全部是一模一樣的 是你嗎?朋友 對,跟我差不多年紀 可能是我的朋友 我覺得你要騙他沒所謂 你就照下去吧 但你不要跟你的兄弟說 最糟糕是我的女兒 我會很大壓力 是這樣的 朋友一定要這樣說到自己的女朋友 說到自己挺可憐的 我知道這是通病 因為他說自己的害怕 男人要面子 對 每個男人都是這樣 說要回家坐牢 但回家時是死狗的 對著女朋友 一定是這樣的 你對兄弟說的話 和對女朋友說的話是不同的